通胀和加息背后的艰难平衡 美欧通胀纷纷爆表 央行加息和景硕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那加息可以抵御通胀吗 我们先看通胀现在的三个主要基本面 第一 欧欧冲突的这段时间 大家见证了原油的暴涨 能源价格贡献欧元区4%的CPI上涨 欧元通胀利率高于新冠肺炎之前的这些年 物额冲突后 西方试图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但现在并没有现成的填补缺口 能源的供应危机又推高了通胀 也损害了引进复苏 第二 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减少了粮食和化肥的出口 这些新的供应中断 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供应的压力 农民们已经面临化肥和柴油价格大幅上涨的成本问题 那食品通胀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驱动因素 从联合国粮食组织的数据显示 世界粮食价格在3月上涨了13% 第三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 在动态清零政策的指引下 上海等各地封锁导致生产活动受到阻碍 也带来了相应的供应链端的问题 而这也会引发新一轮的无价冲击 所以在之前来看 较高的通胀率是由于大流行的封锁后 供应一直跟不上不断变化的需求导致 现在的通胀不仅仅是放水印钱 经济活动重启 更主要的是能源缺口和供应链混乱 导致的稀缺性通胀 稀缺性通胀的环境下造成的通胀问题 也加剧了世界各国央行的困境 一般来说 提高利率可以给经济降温 从而降低通胀的情况 但是在经济并无过热的情况下 突然踩刹车呢 又会给经济带来复苏的阻力 好比我们最近看到美元指数强势涨过100 非美货币也承压下跌 同样美股和美国楼市在近期也回落了 这也带来引发经济衰退的一系列新问题 所以如何控制好利率正常化回归的节奏 是当下的难题 但就目前的这些情况来看 供应链和供给带来的稀缺性通胀问题呢 央行最终啊 可能也忍受最更高的通胀 而不是去破坏增长和就业 所以Yamaama的加息艺术 难度在于既不刺激经济 也不能抑制经济 这对投资有什么影响 首先 高通胀环境有利于股票 这是我的观点 在目前为止 许多发达市场的公司啊都能够转价不断上涨的成本 并保持呢很高的利润率 这些公司仍旧是市场的赢家 在区域上来说 欧洲地区的能源成本已经飙升到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加息并不一定能够降低通胀 还有可能啊阻碍经济复苏 而如今 能源禁出口国美国 经济复苏势头强劲 加息底气也追逐 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美元加息的压力 和能源输入性通胀的成本上升 所以 股市的区域划分上 我更看好美国 而后是中国 欧洲为了最后